大家好我是曼妮潛逸 今天又跟大家見面了 那今天我們要來試駕什麼車呢 就是我旁邊這一台福斯商旅最新引進的 Caddy Messi的Cargo多棒的一台車 而且它有分成長軸跟短軸版 我們今天試的這一台它是長軸 那長軸呢它是配手排 短軸呢它是配自排 那長短呢其實有差一些 但是沒有非常非常多的差異 當然你後面放的東西如果要多一點 你就買長軸了 而且手排開起來有力又有感 那再來呢它的引擎其實它是114匹的馬力 渦輪增壓的 那扭力的部分呢22.4公斤米 其實我覺得是蠻夠用的 因為這種車呢在乎的其實是它的一個爬坡能力 還有一個穿越一些障礙的能力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呢像這類的車子 Van的車子它載重 所以它的這個圈黃在調校的時候呢 一定會比較Q一點 不然你載了貨它會下沉嘛對不對 那這個車呢 它在後面的部分上一代 它是屬於那種板黃的底盤 所以不管是開起來 因為後面沒有座位嘛 但是使用的這個駕駛在開起來 會比較像是在開貨車的感覺 而且在高速公路呢 穩定感比較沒有那麼高 那之後呢 它這台已經換成了MQB底盤 完全是圈黃式的這一種底盤系統 我們有試過這個Caddy Messi的Light 其實它就是一台蠻好用 非常接近休旅車的一台這種Van的車款 那這個車呢其實有很多人 買來做什麼呢 可能拿來載摩托車 可能拿來載這種越野摩托車 拿來載腳踏車 拿來載貨 那也有人把它改裝成露營車 因為後面的空間非常大 而且是沒有裝飾的 所以這個車都非常適合 我們來看它的頭部的部分 其實它現在都已經完全家族化了 基本上你看到它的頭部 整個除了沒有烤漆以外 基本上跟我們的Caddy Messi Lite 是非常相像的 而且頭燈的部分呢 也是很有福斯的家族特色 那在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車側的部分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車側的部分 其實這個車子 基本上現在的這一種商用車 越來越漂亮了 大家看到它車側 竟然還有這一種很漂亮的折線 以往呢 在福斯家族上面 可能你在Golf上面啦 GTI啦 或者之類的 你會看到這些折線 可是呢 它現在都完全下放到每一個車款了 都已經把它越來越精緻化了 那剛剛提到它前面是沒有烤漆的 當然你也可以自己去烤漆 那它的照後鏡呢 其實也都是裸露沒有烤漆的 那因為我們有時候常常在搬貨啦 或者是在戶外運用 其實我覺得沒有烤漆 也算是另外一種美感 消光的感覺也不錯 那它的窗框呢 一樣黑色的 那到後面的部分呢 它的這個門把的部分 也是搭配黑色的 那我們把它打開看看喔 這個門打開之後呢 其實它的開口也相當的大 那當然主要在運貨 它可能在後面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多一個出口 那它另外一面是固定的 是不能開的 那我們看到它後面 裡面都有這種材質的部分 還有很多的這種細微的掛鉤啦 然後上去踏板 而且我要講的重點是 它的這個門在開啟的時候 因為有電磁閥 所以其實不會很用力 它這邊有個按鈕 按下去之後呢 其實它很輕鬆就開了 那關起來也非常的順滑 那我們看到它輪胎的配置喔 大家看到這個輪胎其實非常的前面 就是非常的靠近 我們的這個保險桿的位置 那在後面呢 其實它也盡量往後挪 那也是為了創造我們裡面一個 載貨最大的一個空間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看它最美的車尾的部分 好的 接下來呢 我覺得這個車尾 大概是我覺得它這次設計 非常厲害的地方 為什麼呢 因為它竟然保留著它兩邊這個黑色的這個有沒有 就是Cady特色的這個燈光 那因為是直線的 所以不佔位置 也不用吃過來 所以後面看起來它方方正正很像一個相似 但大家看它車高 我185公分其實差不多 所以一般正常的這種停車位 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後面的門的開啟方式呢 也蠻特別的 這種算是六四開門 好那我們把它打開之後呢 看一下 它這個基本上呢 會有一個卡榫 會卡到這個 90度的地方 它就會卡住了 那這個門呢 它這邊有一個按鎖 你把它打開之後 它一樣可以開 那它就可以卡住 它脫開之後呢 就可以開到接近 180度的一個空間 那這邊也可以開喔 它只有一個按鈕 按下去之後呢 它就可以解開了 到180度 那這樣的話 你在搬貨 從這邊過來的時候 就非常方便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裡面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後面的部分喔 其實大概是買這一台車最重要的一個元素喔 第一個 它後面的長寬呢 是棧板可以進的來了 那高度的部分 我們人蹲下來之後 它其實還有一個高度 那後面這邊跟這邊都各有一個小燈 重點是什麼呢 因為它的骨架是外露的 所以大家會看到它上面有非常多的孔洞 這些東西其實跟美觀沒有關係 但是它可以做什麼呢 就是你可以鎖很多的東西 你要的東西在上面 怎麼說呢 譬如說你要一個架子 你就可以把它鎖在這些鎖點上面 那你可以用一個撐住啦 或者是勾鎖 或者之類的 如果你是買這台車的目的 是為了露營的話 恭喜你這台車太適合了 基本上呢 它的這個長度啊 是人躺下去是沒有問題的 來 躺給各位看一下 我185喔 它躺下去是夠長的 都OK 兩個人睡再加一個小朋友 都沒有問題 然後呢 因為這台車的售價 它後面沒有內裝的關係 它只有原廠828 其實這個價格呢 加上你改裝露營車之後的費用 我覺得 大概差不多100出萬左右 100出萬已經改裝到非常豪華了喔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 車子可以配置 給我們一個素面 但是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價格 這個是好事情 再來呢 看到前面的部分 大家會看到這個網格狀 那當網格狀它的用意是 怕我們的貨物直接去撞到 然後跑到前面去以外 它前面其實還是有配置一塊玻璃的 因為在這台車的後面 它沒有冷氣 它只有前面有冷氣 所以這個隔音的部分呢 都是透過這塊玻璃來做一個阻隔 那這個地方呢 它其實是一個塑料的板子 但是非常的強壯 所以你的貨物就這樣撞到 也不會造成前面的一個損害 現在呢 我們就是在駕駛艙 感受一下就是 偉大的這個勞工階級 如果開著這台車 或者是你要出去玩的時候 它有哪些東西是適合你的 第一個 我們看到呢就是它的手排 而且這個手排呢非常粗壯 呈現一個類似這樣 倒梯型的一個感覺 而且上面清楚寫著 123456 有6檔 然後配一個R檔 那它打的方式呢 其實很好玩喔 它是往下 然後打過來之後呢 是它的R檔 一般有一些歐洲車是用勾的 那它這個是用按下去的 過來之後呢正常就是1檔2檔3檔4檔5檔6檔 因為我現在是放空檔 我就沒有踩離合器 然後呢 它現在這個地方只要下去 打過來之後呢 它就是倒檔 所以其實蠻好用的 因為這樣子其實會比這樣子順手 這個送貨的時候呢 你在推或者是前後的時候 完全是屬於一個出力的狀態 我覺得是蠻好用的 再來呢就是看到它的方向盤 基本上這個方向盤上面什麼都沒有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手排 當然它不會有什麼ACC跟車啊 之類的東西都沒有 但是呢我覺得就是一個 純粹的一個方向盤 很好握 大小都差不多 而且這種防髒的材質 而且它的圈數呢 是2.5圈 所以我們在回轉 或者是我們在轉彎的時候 它的控制都非常方便的 我們再來呢 我們來注意一下它的收納喔 因為不管是這個在 你在送貨途中 或者是你出去玩 或者是你要變露營車 收納都是這一種車的強項 第一個我們看到天花板的部分 這個地方喔 它有一個收納 就是一般可以收納一些 比如說地圖啦 但是現在沒什麼在用啦 當然我覺得水壺啦 或者是一些比較輕的東西 那它的大小呢 大概這麼寬 其實我覺得可以收的東西蠻多的 再來看到我們 儀表板的上方這個地方呢 有一個很大的一些收納的位置喔 比如說一些 哩哩哩哩的啦 一些錢包啦 什麼你可以丟到這邊 但是下車記得拿走 那這邊呢 也有一個小小的位置 是可以收東西的 中控的部分呢 中間一樣有一個6.5吋的液晶螢幕 那基本上我們看到中控台的設計 其實就是承襲了它福斯家族 現在的一個虛擬座倉的一個樣式 那當然 因為它價格的關係 而且它是貨車 它當然要實用 所以它這個全部呢 都是採用這種塑料的部分 可是呢 它有做了兩個材質的變化 讓你看過去 它不至於那麼的呆板 基本上來講 整個以黑化處理來講 我覺得做的還不錯 那它的冷氣開關鈕呢 就很特別 那我們知道之前是 有一些是這邊可以滑 對不對 那它沒有怎麼辦呢 它其他這邊有個快速按鈕 你按下去之後 它就會出現冷氣調節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 它沒有實體按鈕 它可以直接做一個選取 Menu 然後一些行車資訊 好 那在接下來門板上面 其實跟我們的一個 製式的這一種 浮屍的風格都很像 下面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置物 那駕駛座這邊呢 也還有一個小小的置物 可以放一些 我覺得這個地方放錢包比較適合 可能就是 師傅啊 在幹嘛的時候 鑰匙啊 就可以放在這個地方 然後再接下來 它中間的這邊 有一個這個12V的充電座 這邊有一個凹下去的地方 那你可以放手機之類的 後面呢有兩個杯架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洞 那這個地方呢 有它的電子手煞車 我覺得這個車子 還配電子手煞車 真的是蠻佛性的 一般它其實給你一根 可以節省不少成本 那後面呢還有很大的一個方格 這個通常都放那個 大罐的飲料 有沒有 師傅會放在這邊 那這個椅子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講一下 基本上這個椅子 這一種合成皮革的相間之下呢 它非常好擦拭 而且耐磨 因為它厚度比較厚 這個很重要 因為師傅 可能有一些工具啊 或什麼之類 它也會插在口袋什麼 說不喜歡坐下去 那這個是非常耐磨 非常方便的 接下來呢 我們就得要實際上路 來試一下這台車的底盤 經過了這個 以前是板黃 現在變成了圈黃之後 MQB底盤 到底有多厲害好不好 來我們來上路吧 好我們現在呢 就已經上路來試一下 它在on low上面的一個感受 那這台車呢 首先 我感覺到就是 它後面換成的 圈黃跟MQB底盤之後 開起來 其實真的跟上一代差很多 當然上一代 其實排檔也只有五速啦 所以跑高速公路的時候 也會比較吃力一點 那這次換成六速 它在速度的調配上面 我覺得是 又進一步的 這一種比較舒服 舒適以及平順的那個感覺 那我們現在開在這個 像山路上面呢 我覺得它的底盤給我的感覺是 蠻平穩的 當然我們現在後箱是空的啦 這完全是空 因為我們沒有載貨 所以它後面的部分 會覺得比較嫩Q一點 那我想如果已經載了貨之後 它後面就會更加的沉穩 那個底盤的那個配重 就會前後更加的一致 那我們現在在開起來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這個 很像是轎車的底盤 你如果是不去注意看它什麼車款 可能你會覺得我真的是在開一台 這種休旅車或是轎車的感覺 那這個手排我們在開起來的時候 我覺得整台車給我的感覺就是舒服 因為以往像這種Van的這種車子啊 不管是在送貨或者是之類的 它可能就真的是商用的一個功能 會比較多一點 比如說你有一台載貨的車子 你看它出去玩你會很痛苦 或者是載貨的車子你真的要去休閒開去哪裡 你會覺得你不想開 因為你覺得開到那裡好累喔 可是現在像這類的車 它已經把兩種功能給結合了 它不單單是一台平常可以使用的車子 而且它在你需要載貨的時候 它也可以達到相同的一個功能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家裡面 是需要常常開到這台車子 或者是爸爸比如說 爸爸是比如說賣花的啦 水果行啦或者之類之類的 它需要載貨的 那它平常在使用這台車的時間 其實是非常非常長 所以我覺得各位其實可以值得投資一下 像這輛車子 雖然它比傳統的這一種 這一種貨車或什麼 可能價格稍微上去一點點 可是當你開到它的時候 你感受到的這種駕駛座的那種氛圍 跟你開起來的感覺 絕對是跟你開這種單純的貨車是不一樣的 好的 現在不免俗了 我們跑完onload之後 大家來小段這個offload的路段 然後來看看這個如果送貨到這個偏遠山區的時候 這個車是不是可以應付 這個其實基本上是一個類似像領導的地方 哇那個速度很多 那這台車呢其實剛剛忘了提一點 就是它的油耗非常漂亮 因為它有這個氣缸鞋子功能 所以一般的這個沒有 跟有氣缸鞋子的油耗是差上蠻多的 所以大家在買這台車的時候呢 其實油耗都可以省上不少 那我們現在呢就來測試一下它的這個碎石路段開起來怎麼樣 呼呼呼 還不錯耶齁 很軟Q耶 喔喔喔喔喔 雖然是有點晃 哇 因為有時候呢必須要到很多的地形去送貨 經過這一種 哇這種領導的時候呢 其實地都不是很好 而且貨物在後面喔 如果是很沉重的話 它壓壓壓壓壓壓其實比較危險 所以我們開這個路段喔 其實我覺得在這個MQB的底盤真的是還不錯 很軟Q 而且我相信它後面又要載貨 它圈黃的這一種一定會調的稍微高一點 就是它回彈的速度其實是OK的 那當然這台車買這台車的人不會拿去オブロ 可是在它這個兩船跟MQB底盤的這種配合底下 我覺得它是可以這一種戰勝這一種不平的路面 而且大家注意聽它車其實都沒有任何的雜音 所以這個開起來其實我覺得這種貨車就是要耐操 然後要堅固 然後開起來不容易壞 這個呢就是它最大最大的使命啊 其實在這種商用車的部分喔 我們常常在開的像我自己的師傅幾個重點 就是第一個妥善率要高 那我相信這一種Van的車子喔 其他妥善率都蠻高的 因為結構很簡單 然後很單純 我就是拿來載東西拿來抄的 然後它又配備手排 基本上手排應該是萬年都不會壞啦 內裝也很簡單 裡面也沒有什麼太多會刮傷的東西啦 會壞掉東西其實也沒有 而且它在突破這個障礙的時候喔 你看它前輪因為是手排嘛 它扭力的輸出其實非常穩定 所以我們在開其實我都沒有踩離合器 我只是打一檔然後稍微踩一點油門 它就緩緩的一直向上 並不會有那一種就是力竭 沒有力道的那種感覺 所以像這種車子喔 我們雖然沒有辦法把它滿載來做一個測試 可是像這種offlow路面喔 其實就可以把它的一個車子的一種 比較這種稍微極限一點的這種能耐 就測試出來 而且它還有頭燈自動起閉 像這種車子喔 我覺得就是你如果是居家要用 或者是你長時間是真的要常常開著這個車子的 不妨對自己好一點 跑街嘛賺錢是應該的 但是對自己好一點也是沒有錯啊 另外呢 如果你想要露營車 兩個人出遊 後面又可以睡覺 或者是你是一個人 後面把它改成一個你的行動的工作室 出去拍照啦 或者是做一些戶外的一些運動啊 其實我覺得這台車都非常非常的適合 好的 那我們現在呢 就在這個荒山野嶺當中呢 尋找出路 為什麼每次我試車都offlow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 offlow的時候就可以體現出 這台車它到底它的能耐是在哪邊 OK 我是Money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大家好 哈囉 我們下次見